在過去這麼多年來 香港的增加這麼多時 大家做政府部門的人 可能都會比較小心 比較慢慢來 希望慢慢去管理公眾的感覺 但最後看回現實 這麼多年來做事好 很難做 所以我們在接下來 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應該怎樣去做呢 我希望隨著新的政治的形勢改變 和我們目前的政治體系更加完善的時候 我當然希望我們能夠更加去果斷一些 去做一些事情 令市民能夠受惠 我覺得我們是要做一些大刀闊斧的事情 至於要怎樣做才算是大刀闊斧呢 程家強教授這樣說 現在的政府 就更加要將土地的政策 很清晰地去說出來 亦都要去爭取市民的支持 在新的一個形勢之下 無論是本屆政府 或是未來新的政府 一定要讓人看到 我們真的有很大的一個動作 以往有說很多事情 但做不到可能有很多原因 但你現在未來 我們應該讓人看到 對 我們真的要做 是做到的 我想行動勝於一切 大家都希望做到有行動出來 我自己都覺得是私在人為 我們是要有個強一點的地據 或者是一些手段去做這件事 不要讓人那麼容易就落了你 曾經出任問責官員十年的陳家強教授 希望在新政治環境下 政府可以說服市民相信一件事 在香港多年去觀察的情況下 譬如我們在說一些新界的農地問題 或者是棕地問題 我相信有一個解決方法 這解決方法可能就是用一些合理的補償 和一些法例上的工具 你可以去收回這些地 相信這件事政府是有這樣的能力去做的 譬如交易公園也是一個例子 你經過一個諮詢 政府可以決策 政府可以決定這樣做 作為一個政府 你都是要同時解釋 同時你要決策 我想以往的政治氣候 在這件事是難的 未來政治氣候 我希望是好些 我希望未來一些立法會的議員 或者我們各方面的公民團體的人 都明白多些我們發展的情況 政府是應該用行動去做一些事情 令市民的發展帶給他們的利益 作為一個前官員也好 學者也好 一個市民也好 我的身份也好 政府做事怎麼會是唯一大地產商 我知道政府每天都希望能夠解決 香港的房屋問題